這裡萬二一期 欲的第二話 接著上次的對峙 他們談到臉的問題 因為事情還沒結束 用這張臉對付他們的夥伴也會比較好 這一點萬也抱持著同樣的想法 但之後呢 蘇諾不認為萬還能夠活著 他人的目的就是要殺死對方 這裡萬有提到天使 他也知道天使的目的是蘇 這麼看來他們過去也認識 不過天使沒有注意到蘇諾居然火葬的身體裡 但是為什麼他會知道 他說是因為愛 他說有基於產生的症狠是無法超越愛的 這句話例是說天使目標蘇諾的原因 是因為束縛囉 而且這個束縛使得天使非常通的蘇 萬想要被蘇諾殺死 也想要殺死對方 如果他贏了能得到什麼 蘇諾會一切 反正他蘇諾就跟死沒兩樣 對方要怎麼用他的屍體吃他的子 這次萬開出條件 就是結婚 這將蘇諾成立了 這裡有提到說婚禮時要找李梅來料理 李梅的確善良料理 而且還是蘇諾專屬的廚師 理由是因為李梅很會料理人肉 蘇諾只使用10種型法術 不用本身的束縛使用要讓伏黑的靈魂完全沉睡 就必須讓伏黑認為是他殺死金美季 這點萬很不爽 竟然以為這樣就可以打倒他 蘇諾玉犬跟之前的葉一樣 跟伏黑用出來的有些不同 這裡有個細節 萬不知道10種銀法術 這裡跟以前的蘇諾一樣也不知道 也就是說在1000年前是沒有10種銀法術的 萬有對蘇諾說你不用玉褲子嗎 這麼說玉褲子就是蘇諾術師的名稱囉 只是這個褲子 跟他的領域展開伏魔玉褲子的褲 這個字寫法是不一樣的 不知道是老師寫錯了還是本來就這樣 萬的構築術師是物質在線 基本上除了特殊的咒劇外 根據鍛鍊的程度 萬可以構築出他本人所認識的所有物質 你們有沒有覺得為什麼老師要特別說 除了特殊的咒劇外的話 這就是因為老師想要跟真一做出區別 真一的構築術師就可以創造任何咒劇 我的意思不是說真一用性命換來的那把四魂刀 其實本來真一就可以打造咒劇 這是因為雙胞胎詛咒的關係 導致他的咒劇變得很低很低 他每天做出一個子彈就已經是極限 他與真希兩人的咒劇互相拉扯 真一的咒劇降低 真希則是本來的無咒劇變成有些微咒劇 所以兩人都無法發揮權力 但老師是打算留下真希 所以我們也無法看到權力的真一了 至少他用性命留下那把刀 就足夠證明他的構築術師有多巧 回到萬這邊 經過多數五軍的構築 他已經聽到可以用咒劇把物質液體金屬化 同時還保留物體的性質 他把眾多生物的機能液體化 然後覆蓋全身變成一層身體開架 難怪他之前可以用翅膀飛行 他的物質包括了生物體 不過既然這麼說的話 而且又是咒劇 那是不是咒劇的身體物質也可以構築出來 萬最後那個型態是來自巴利西補這個惡魔 這是刻意的 因為素挪是墮天 然後加上天使 以及萬的惡魔 看來這三人不只認識而已 最後就是素挪拿魔虛羅來應戰 因為不是從勇倡一次開始 他好像已經先得到魔虛羅 這裡的說法已經準備好要控制了 難怪這裡萬的素是會是物質在先 這裡老師有心想要怎麼讓萬對付魔虛羅